在大家面前可以看到 这是全新一代的福特福克斯 它拥有更好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拥有全新的分组系数 降低到0.295的分组系数 比上一代提升了7.8%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全新设计的前大脸 整个下部格栅和上部格栅完美的组合 拥有了全新的空气动力性能 全新一代福克斯拥有 进气格栅主动关闭系统 它让驾驶者在高速状态下 享受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以及更佳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新福特福克斯拥有动感的前大灯 这个大灯集合了LED头灯 以及仙气大灯设计 它在同级别之内 是一个非常领先的配置 新福特福克斯拥有 更靠前的前挡风玻璃设计 它让整车更具有运动的特质 然后整体车顶线条 比过往的设计更加低 这样的话 让整车拥有更好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以及像跑车一样的运动线条 在侧面大家可以看到 新福特福克斯拥有一个 鲨鱼鳍设计的大型的后尾灯组合 其中包括了LED后尾灯 新福克斯拥有非常完美的 一体化车身设计 在这里也有一个小的设计元素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油箱盖与整车设计 融合的完美一体 天衣无缝 全新一代福克斯拥有 全新的雨刮设计 它使用了新的碟式雨刮的设计 它拥有更好的清洁角度和清洁范围 让驾驶者在雨天畅行无忧 出色的工艺保证了它的整体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在整体的中控面板上 拥有多种颜色的组合 和多种科技材质的配置 让你觉得整个福克斯的中控面板 拥有更好的科技体现 飞航式的座舱也必须要拥有一个飞航式的手刹 这个手刹也是与众不同的设计 它让驾驶者能够轻易操控 新福克斯拥有一个全新的内饰配置 这是全新的LED情景氛围灯配置 在同级别里也是一个领先的配置 在手套箱前的背托架 包括侧门板 还有天窗前侧 都有一些描述情景氛围的LED灯带 这让整车的内饰看起来非常豪华 同时拥有很好的高级感 新福克斯的座椅也经过了全新的设计优化 它拥有更好的包覆性 以及更加的面料感受 让消费者能够舒适地乘坐 新福克斯的座椅拥有更好的灵活性设置 它的后排可以整体进行翻挡 这样的话让后排空间和后尾箱 有一个全面的贯通 它可以放置更大的物品 在介绍了那么多福克斯全新的配置之后 我想大家一定非常心动吧 那么我就邀请大家来展厅 一睹它的真容 畅想全新的理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